游戏玩到现在大家感觉最缺的是什么 当然是资源了 养一个人物都要耗费不少资源 别说养十个八个了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搜集资源的 首先和蒙德还有黎月的铁匠对话 选择关于蒙德或者黎月的矿产 然后地图上就会标注矿产的所在地 我们只要派出自己的挖矿打工人 照着地图标注的位置挖矿就可以了 每天挖矿的收益相当可观 这样你想升级一把新武器 完全不用担心狗粮不够 挖完矿我们就可以来到天球谷 这个传送点附近有两只诱颜龙溪 这两个怪比较烦人 不过暴力还是可以的 我世界等级期基本上每次至少出一个紫色 收拾完诱颜龙溪还是在传送点的位置 注意看地图 这里有只雷鹰树子 我们顺便把它收走 然后就是顿玉龙下面的七天神像 我们传送过去往上走 大家注意看地图 有个三叉路口 我们跳起来就刚好能碰到一只独眼小宝 收拾完这只独眼小宝 我们顺着台阶往上走 中间如果有矿的话 我们切换出打工人 挖完矿我们顺着台阶往上走 这里有第二只独眼小宝 解决完这只之后我们顺着门再顺着台阶往上走 上面还有一只变种的独眼小宝 解决完这只不要着急走 我们顺着路往前走 前面还会发现一只独眼小宝 解决完这只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会发现三只愚人重 收到事关的徽迹之后 我们顺着路继续往前走 再回到刚才的三叉路口 中间还会遇到个风拳哥 刚才的三叉路口 也就是打独眼小宝的地方 还会有两只愚人重 收到他们的徽章之后 我们来到遥光滩 就在传送点歪脖子树后面 有一只雷鹰树式 解决掉它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走 注意我地图标注的位置 这里有只债务处理人 我们顺便把它收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 每天资源最肥的地方 孤云阁 我们先传送到岩本附近 背对副本 左边的出口 出门会遇到一只雷鹰树式 我们不要客气 直接给它收走 解决完这只雷鹰树式之后 我们顺着后面的山路上山 这里有孤云阁三傻 为什么说他们是孤云阁三傻呢 这波先看我操作 先设一键勾引一波 然后他们三个会顺移到你身边 注意他们三个 每带破盾角色也没关系 他们三个站一起 就可以互相破盾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风系角色 给它扩散一波 这里大家没有问题 也可以用砂糖代替 肯定有人经常被这三个法师虐 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法怎么样 弹幕上打上666 只要两波大就可以全部收走 接下来就是孤云阁F4 不过我们在打F4之前 一定要先去小岛收一波矿 然后顺便把岛上的右颜龙西也收掉 还有就是小岛的对面也有矿 大家一看就能看到 接下来就是打孤云阁F4 他们爆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我们先勾引一波 把仇恨引到之后往后跑 后面有棵树 树下有个洞 我们只要钻进去就可以 只要在这个位置 F4的技能基本上打不到你 我们就可以带一个兵系角色 带一个风系角色 带一个火系角色 无限的打扩散还有融化 基本上第一波技能放完之后 第二波技能就又好了 怎么样是不是有手就可以 大家学会了吗 打完F4我们传送到原本 这回咱们走另一个出口 前面有个秋秋人部落 还有一个火法式 基本上也是两波技能就可以带走 如果觉得材料还是不够的话 河对面还有一堆秋秋人 收拾完这波秋秋人 顺着这条路 直接往无象之言的方向走 路上还会有好多秋秋人 那么以上就是我每天 除大地的路线 基本上每天半个小时就够了 大家要是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个一键三连 外加一个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